新一代的陽光男神余德成 異性猿可謂相當強勁 近年緋聞不間斷 先後和物名師、劉詠璇和蔡絲輩傳緋聞 當中和蔡絲輩傳得最熱洶洶 上年Dixon出時入ICU 蔡絲輩就第一時間去醫院探望 擔不擔心被誤會是Farfit呢 都有擔心的 還有我媽媽會擔心多些 會不會太多這些東西不太好 其實我始終都是拍劇那段期間 我私底下沒有這麼熟悉 沒有跟陳瑩那麼熟悉 所以那時候都是拍攝期間 Tiffany又是剛巧我們去台灣 拍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時候 大家出去吃東西 又被人拿出來說 我覺得是誤會 工作關係才有這些誤會 其實Gini也是有工作關係 之前有人好像拍到我們去喝東西 但是其實都是 你做完東西就是吃飯喝東西 你跟師輩呢 師輩現在傳得二共共 師輩也是跟Gini差不多 都是工作上認識 但是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大家都很了解大家 有個性格都很相似 所以都很好聊 但是你現在單身 是的 然後有沒有發展空間 沒有特別去想 因為如果 現階段大家那個 關係都很好 所以就 你怎麼形容他跟師輩的關係 嗯 怎麼形容他 兄弟 知己 嗯 知己就一定是 兄弟都像的 因為他人都像男仔 哈哈 加上短頭髮 對他加上短頭髮 所以其實 呃 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哈哈 哈哈 都 都好 就是都聊得來 嗯 角色是怎樣的 這次 呃 這個角色的名字叫游馳 那在裏面就是做一個 人力車夫 那另外都會是 撐船 坐人過海 做兼職賺錢的 那這次我見 你是否周旋在 陳盈和江嘉敏 是 是 那些編審和監製都對我很好 上次就有麥龍仙和陳家寶 今次就有陳盈和江嘉敏 那都 一件 挺好的事情 哈哈 那就 對啦 這次 其實 初頭我自己就很仰望陳盈的 嗯 然後之後 但是後來就 請我吃檸檬 所以之後就和江嘉敏一起 嗯 但是會不會有些咀氣的 那些 有的 和 啊 Ginny有 兩場的咀氣的 嗯 然後之後 另外 江嘉敏都有 不過就是石鴨頭的 那個場是 但是啊 陳盈就是咀的 對啦 陳盈就是咀對咀的 都OK的 真的OK的 OK的 嗯 我們很專業的嘛 我們難道很享受那個過程嗎 不是這樣的 我們 我們純粹 我們看一下這個 影場有沒有看的 嗯 但本身陳盈個人又好東西匪民 你又好東西匪民 擔不擔心 全匪民 嗯 不擔心 因為 本身 我和Ginny都很 都 其實拍了這部電影之後 大家都熟了 所以也都 我們也有共同的一班朋友 所以其實都 其實現在都不時出去 吃飯啊 看電影啊 喝東西啊 就是大 沒特別 沒特別 對 沒特別 沒特別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